当地时间4号凌晨,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场悼念活动上发生枪击事件,导致一人死亡,六人受伤。 警方表示,悼念活动上发生争执,一人或多人开枪,一名25岁女子中枪,被送医后死亡,六名伤者当中有一名男子情况危急,警方尚未逮捕嫌疑人,案件仍在调查中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芝加哥周末至少有50人中枪,其中10人死亡。 同一天凌晨,密苏里州波恩县发生一起枪击事件,导致两人死亡,四人受伤。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,有数十人在一座空房内举行聚会,聚会上发生争执,随后发生枪击。 两名死者分别为16岁和17岁,另外4名伤者迷零在16至19岁之间,暂无生命危险。 目前警方尚未将枪手缉拿归案。 此外,4号下午,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枪击,导致一名男子死亡。 警方称,该男子在理发时被枪杀,两名嫌疑人逃离了现场,目前仍然在逃。 警方称,该男子在不断。 警方称,该男子在想个男子在不断罩出手,打死亡思绝。 感谢观看